涡汕15发动机已经装在歼20上进行试飞 此举有可能为中国研制单发隐身战斗机打架基础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田少 自歼20换装涡汕10C发动机之后 已先后两次参加珠海航展 并进行了极为惊艳的飞行表演 这标志的中国新型战机在核心部件上 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 但是涡汕10毕竟属于第三代的大推力发动机 仍然无法发挥出歼20全部的性能 所以外界对涡汕15什么时候能够装上歼20非常关心 但是又一直没有确切的消息 近日在2022年中国航空产业大会主旨报告会上 刘大响院士间接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那就是涡汕15发动机已经装在歼20隐身战斗机上进行了首飞 目前正在开展全面的试验试飞 展位批量列装部队 在谈讨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和进步时 他明确的指出 中国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已经突破了三个台阶 第一个是推动笔8的涡汕发动机和公众笔7的涡轴发动机 二是推动笔为10的涡汕发动机和公众笔为8的涡轴发动机 三是突破第五代推动笔12以上的涡汕发动机 公众笔11到12的涡轴发动机的关键技术 这里面所说的推动笔为10的涡汕发动机 就包括大家都很关心的涡汕15 那么涡汕15发动机一旦配备在歼20隐身战斗机上 将会对该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由于该型发动机的最大推力和最大推动笔 都要大大高于涡汕10 将使之具备更加优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既在发动机不打开加厉的情况下 就能长时间的做超音速飞行 从而具备快速进入战场的能力 并且在完成攻击任务后快速脱离 第二换装了涡汕15发动机以后 由于动力更为强劲 其加速性能、起飞性能 以及常规的水平机动和垂直机动性能 都将有大幅度的改善 第三涡汕15不仅推力更大 还有可能配装二元矢量分口或三元矢量分口 从而进一步提升战机的超机动飞行能力和隐身能力 第四换装涡汕15发动机之后 歼20战机的发电量也将因此而增大 从而为提升战斗机的电子战能力打下基础 还有一个问题 网友们也很关注 那就是一旦涡汕15发动机技术成熟了 它会不会像涡汕10发动机那样 将不同的改型和升级版本配装在不同的战机上 这个可以说是肯定的 涡汕15发动机未来施展拳脚的地方多的是 比如其某些行别完全可以用于改装现役的单发和双发的战斗机 使它们的综合性能更上一层楼 第二中国完全可以用这款先进的发动机 研制出一种新型的单发隐身战斗机 用于取代千尸C飞机 这样的话 中共就有可能同时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隐身战斗机了 这也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全球隐身飞机市场上的占有率 第三 如果以涡汕15发动机的核心机为基础 开发出系列化的加力型和非加力型的小寒道比 中等寒道比 大寒道比的涡汕发动机 那将为我国研制下一代的战斗轰炸机 中程战略轰炸机 远程战略轰炸机 双发中型运输机 次发大型战略运输机 远程空中加油机 预警机 以及宽体民航客机和空天飞机等不同的机型 提供强有力的中国心 可以说涡汕15发动机的研制成功 意义非常重大 不仅使我们一起跨入了世界航空发动机领域的第一方阵 而且其应用前景也非常广阔 值得中国人骄傲和期待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